卓西湘有一位布农族的老妇人 丈夫早年过世 靠着她独立抚养了四个孩子 最近大儿子车祸成为了植物人 公公又因为手术行动不便 需要人照顾 她真的没有办法了 急需要社会大众的协助 躺在病床上的男子 就是家住花莲卓西湘的 林顺珠阿姨的长子 原本是家中经济唯一来源的他 却因为在桃源出了一场车祸 成为植物人 今年7月回花莲老家之后 只能靠母亲独自一人照顾 雪上加霜的是90多岁的公公 最近又因为脑中风开刀 林阿姨一次要照顾两人 无法出门工作的她 现在只能临时帮忙送便当 一个月赚3000元 在地民众非常不忍帮忙募集物资 她现在是最困难的是 第一个病床的部分 第二个是这个尿布 就是营养食品等等的这一些 也希望在地方人士 三星人士都关心我们偏远地区的 这些需要照顾的弱势家庭 华联县府社会处表示 林阿姨家已经核定为低收入户 在相关医疗方面都有补助 另外社工会前往做家访 了解整个情况之后提供全面多元的协助 记者高雄上中西相采访报道 咱们在这里标译上 谢谢观看